我們今天會來到日本交流協會 最主要原因今天剛好是日本的戰敗紀念日 那我們每一年都會來到這邊要求日本在戰敗的這一天 請戰敗國把釣魚台還給我們 另外最近日本又開放了所謂的集體智慧權解禁 他們其實事實上企圖利用所謂集體智慧權解禁 來恢復他們的軍國主義 這也是我們今天來到這邊抗議 要求日本遵守他當時二戰戰敗所做出的承諾 包括他不動用武力來對付他各項的外交事務 這是我們今天很多朋友來到這邊的主要訴求